第五十八屆金马奖最佳影片 得奖的是 瀑布 瀑布 是导演钟孟宏首度挑战女性题材 透过因疫情而浮现出的母女冲突 观察现代社会与家庭 心理疾病等层面问题 贾静文王静这对母女 更是精准诠释出角色的情绪转折 最后以温柔的和解 面对的力量 成功打造出后疫情时期 最温暖而有力的电影 我刚才在颁发最佳导演的时候 屁股已经起来了 但是后来听的不是名字不是我 我就坐下去了 那 我从来因为我刚才看到贾静文 他们得奖的时候 我就从来没有想说这个奖是 就没有在 这个才会想说孝雄这个奖的 我是觉得说 这个应该就是 能得到最佳女主角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的 但是还是很感谢评委 很感谢金马奖 这个奖可以告诉我 应该明天还会继续拍电影 后年还会再拍电影 大后年还会再拍电影 我年年都希望能拍电影 谢谢 谢谢各位 真的要非常 谢谢每一位工作人员 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电影之神 有在这里 然后让每一位都发光 然后第一次跟中岛合作 当然也学到很多 然后也感受到很多 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帮助中岛的很多 在此也替他谢谢 也要谢谢叶如芬 那个如芬姐 然后谢谢每一位曾经在 中岛路上帮助过他 然后扑扑也还在上映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 谢谢 我看到所有的电影工作者 好像每一年只有这一天 是光鲜亮丽的 平常都是灰头土脸 身心备受煎熬 那我很高兴跟那个中岛 其实我跟中岛已经认识 二十多年了 在学生时代就认识 然后后来从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为什么每次忘记 《阳光普照》之后呢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缘分 可以像每一部电影都合作 我们要支持很好的导演 很好的电影创作者 还有国片 希望大家都能去看看 《瀑布》 还有其他的好电影 谢谢 大家好 我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我妈妈得奖了这样子 但是还是有点小难过啦 但是其实我有想过说 如果真的有荣幸 如果有这个荣幸可以站上来的话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希望总有一天 这个社会可以对那些 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有多一点点的包容 多一点的理解 还有更多的爱 然后我的外甥女 五天前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希望等到她长大的时候 她可以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就是 我们就先回去了 谢谢各位晚安 谢谢 谢谢 恭喜瀑布获得最佳剧情长片 谢谢瀑布全体剧组 也请所有贵宾稍微留步 谢谢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